第六集 白求恩的工作态度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精神 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 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贯穿于白求恩的每一个行动 甚至他的每一句话 有一次 白求恩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小护士给伤员换药 发现药瓶里装的药与药瓶上标签名称不一致 也就是说 药瓶里的药不是应该用的药 这怎么行呢 如果药用错了 会出问题的 白求恩严肃地批评了那个小护士 告诉他 做事这样马虎会出人命的 白求恩用小刀把瓶子上的标签刮掉 并说 我们要对同志负责 以后不允许再出现这种情况 小护士挨了批评 脸胀得通红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白求恩心里很生气 但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请你原谅我脾气不好 可是 做卫生工作不认真 不严格要求不行啊 事后 白求恩向政委提出 要加强教育 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才能把工作做好 白求恩不仅用高超的医术 救治伤员 他还主动提出 要办一所模范医院 亲自编写教材 亲自制作医疗器械 亲自为八路军医生上课 为八路军培训了大批的医务人员 这也体现了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 千方百计改进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